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8岁登基,14岁亲政,在位61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 我们都知道康熙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,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,开创出康贤盛世的局面,甚至有学者将其尊为千古一帝。 而在清朝历史上,康熙也是一位风流的皇帝,据说在他死后,光是陪葬的后妃就有52位。 他在世时,后宫嫔妃也是空前众多,在这么多妃子中,康熙最宠爱的是荣妃,荣妃是一个聪明的,善解人意,大度宽容,美貌与指挥并存的女子。 她有个爱她的帝王丈夫,有个可爱的女儿,本应是一个幸福的人。 然而,这位被康熙皇帝爱了一辈子的女人,一生却受尽了折磨,最终被马桶活活砸死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当时,权臣索额图企图造反,而知道内情的太子,却没有向康熙帝回报情况。 康熙帝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痛心,随后,太子在朝中结党谋司的时,又被揭发。 康熙帝对自己昏庸的太子失望透顶,于是决定将其被除。 就在这时,荣妃却站了出来,阻止康熙帝废。